這三個人何許覺得怎麼樣?在大年過年的時候 他們湯圓煮得很好 哈哈哈哈 我剛剛在裡面聊的些什麼? 吃湯圓 還是湯圓喔? 剛才他一個人吃他煮的湯圓 那個是湯嘛 哈哈哈哈 很好吃,大家都說很好吃 有團結的感覺 對,有團圓的那種意象出來 非常好 其實大家都是老朋友 趙沙方兄願意回到國民黨跟我們一起奮鬥 讓我們都感到很振奮 也非常的欣慰 我們希望他的這個行動呢 能夠鼓舞更多的支聯黨員能夠回來 這樣的國民黨才會更有希望 講話說他日前有講到跟北市長 然後說他就是要砍下責任 講話說要砍下責任 我覺得這種參與的精神 它應該是我們國民黨未來成功 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像趙沙方兄能夠回來 黃安兄能夠承擔責任 這都是一間非常正面的現象 我們會鼓勵旁邊兩位都要有參選像嗎? 2021 你說他啊? 兩位 我覺得大家都參與 我們有這個機制嘛 跟過這個機制產生候選人 然後我們全黨都支持他 2020年 國民黨隨選輸就是因為不團結 所以2020年一定要團結 無論如何一定要團結 所以我來基本上一方面當然 祈求風調與眾國在民安 因為這是寄神龍大帝 那一方面呢 也希望國民黨能夠團結 不管最後啊 這個誰是做教的 我們所有其他的黨員 我們就是負責抬教 不管2022、2024都是如此 那今天呢是大年初三 我們非常高興 趙大哥也跟我們都一起來 新社公參拜 這個真的是泛男大團結 新年新氣象 你怎麼看出疫苗啊 現在因為你一直喊 但是菜市場好像都沒有給回應 會不會覺得有點失望 我們當然現在是號稱已經買到了 只是要在好幾個月以後才拿到啊 但是疫情的變化很大 到底未來情況如何不知道 我的用意只是希望提醒蔡政府 能夠多一個來源啊 就不要放棄 所以我說不要這個 立刻就拒絕 多一個選項呢 對國民健康的保障 就多一分力量 如果你將來能拿到別的疫苗有效 當然很好嘛 也不一定要用大陸 但是沒有的話 你有何必一定要排斥呢 我覺得這個態度是一個 很開放的態度啦 蔡英文應該聽一聽 是否考慮到你 exits 一趟 機會 會不會 會不會 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